《漫八精神》 《漫八精神》 我覺得漫八精神對於我來說 並不是說你要成為一個Superstar 而是說你真正要腳踏實地的努力 努力地去生活 努力地去享受你的生命 比昨天的自己好一點 不要浪費時間 YOW WHATS UP 大家好 我是黃旭來自MDSK 你現在收看的是GoFlex 腰蠶那個萬冠 首先第一個要講的就是我這塊手錶 《劳力士的日誌》 已經有很多朋友在 《藥蠶萬冠》的節目裡面講過《劳力士》 可能相比之下 我的这块也比较普通 也没有他们的什么 带钻带金的呀那么贵 我记得是在深圳做一场活动 然后有天早上 醒来以后去游泳池游泳 游完以后我就想今天要干点什么呢 算了去买块表吧 然后就让捷径陪我 正好我们那个酒店的一楼 有劳力士专卖店 就去买了这块表 当时不是单独买的这块表 是买了另外一块是建筋的 那块建筋在我爸爸手上 当时就想着自己一块给爸爸一块 当时告诉他的时候 我说我给你买了一块劳力士 我爸爸嘴上很拒绝 说买贵的东西干嘛 但是我能看出来他是挺开心的 因为从把那个表送给他以后 到现在他一直都在带 所以每次我们见面的时候 感觉父子时间也挺有默契的 我是一块银黑色的劳力士 然后我爸爸是一块建筋的 我为什么一直想送我爸一块表呢 是因为在我小的时候 有一块手表 我记得我父亲特别喜欢 他那块手表的表带 是用挖掘机的链规做的 好像是他们的单位 跟这个挖掘机场有合作 还是怎么样 但是因为当时我们搬家 我记得是从我们家还住在平房 那种有院子平房 然后搬到楼房的时候 我小时候六七岁 然后那块手表就丢掉了 是一块金色的手表 所以我从小就记这件事 我就觉得长大以后 我自己有能力要送我爸爸一块 我自己的第一块劳力士 也是我爸爸的第一块劳力士 所以我们父子在一块的时候 我觉得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回忆 一个纪念吧 接下来要跟大家聊的第二个 是我的一个定制的耳反 是我跟杰尼出席一个好朋友的演唱会的时候 当时我们用的都是主办方 演出方给的耳反 其实那些耳反有时候质量很差的 它从隔音各方面 特别是如果你要演体育馆这种大场地的时候 它会对你的反听各方面造成很大的影响 因为你在体育馆这样面积特别大的场地 你是听不到地面的反听和音响 所以我觉得这个耳反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 一个是我觉得很喜欢这个透明的配色很干净 而且随着你年数用的越来越多 它可能会发黄 就会呈现琥珀那种感觉吧 随着岁月的魔力 它会有一些特殊的色彩呈现 我当时在耳反上面用 这应该是什么梵体 印了可乐两个字 大家都知道我儿子叫可乐 那时候做耳反的时候 他才刚出声梦很小 那段时间很忙不太常见他 我就觉得爸爸在带着你一起听音乐 感受这个演出 一直到现在 只要是对我很有意义的演出 或者是自己的巡演 大型晚会什么的 我一定会用这副阿尔凡 接下来是我带了两副墨镜 我看大家基本上介绍的都是黑色的墨镜 不管你是休息状态不好 或者是你想在一个陌生的场合躲避一些眼神 都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但是我自己喜欢戴有色镜片 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 可能眼神是大家交流接触的一个过程 如果我在一个陌生的场合见到很多陌生人 但是我需要跟大家聊天 我觉得完全口语黑墨镜 也是这样子会让大家觉得很陌生 我自己的感觉 所以我会选择一些有颜色的墨镜 而且它会跟我当天的心情有映沉 比如说我面前的这副茶色的 我就觉得今天跟我这衣服这件喝酒小球很配 我就戴上它既有搭配 然后同时我的世界会变成茶色 然后如果我今天是那种心情很爽朗 比如说要出去跟大家一块打球 或者去郊游 或者我要去演一个音乐节 在路上我想看看风景 我就会戴这个粉色的 然后我的世界瞬间就变得粉色系 然后很浪漫的这种感觉 我会根据自己不一样的心情 特别是出差的时候 因为大部分的出差都是演音乐节 有一副黑色是必备的 然后会戴两副不一样颜色 我最钟爱的墨镜品牌都来自Gentle Monster 对我来说为什么呢 就大家可以去店里看一下 它们的墨镜的板材是最好的 很结实 就不会你轻易变形啊或者怎么样 你如果要把这些镜片做成近视眼镜 也都是没问题的 这个是我每一天真的每一天都在用的 你们可能看到我的情况下 我很少戴近视眼镜 因为我是一个每天都要运动的人 所以对我来说隐形眼镜是必备的 我小的时候长大的过程中 都买那种季炮或者半年炮 戴了日炮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换过 因为这个真的真的很方便 首先其实日炮并不贵 你如果上京东或者什么 选择你自己合适度数的日炮 它每天也就折个一两块钱 我记得这一盒也就70块吧好像 而且它的度数分的特别细 就是每25度什么的 可能季炮或者半年炮也会有 但是这个你早上起来戴一下 去训练打球 你不舒服你就把它摘掉扔掉 你也不会心疼你再换一个新的 而且真的非常干净 就对于我们来说 你的眼睛的卫生是很重要的 你反复戴的那些季炮或者是半年炮 有的时候你眼睛会发炎 但是我用日炮这几年以来再也没有产生过 所以如果你也是一个近视眼 喜欢戴隐线眼镜 我把日炮推荐给大家 我喝咖啡应该有几年的历史了 其实我一开始不适应这个东西的 就喝完以后会心跳加速 但是越喝越喝就慢慢的适应了 以后就开始对黑咖啡有点上瘾 就基本上每天去运动之前 我自己都会点上一杯冰美式 然后有一天我没有点咖啡 然后我去厨房准备拿点水走的时候 我就发现我们家的厨房里面有一小盒 这个咖啡我一看还是黑咖啡 可能就是因为我妈知道我有咖啡的时候 也没有告诉我爱喝咖啡 然后就在家里给我备了一点 这个对我来说也不是说这个咖啡很好喝 或者是口感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是我妈的一些一点心意 所以我就把它留在家里 我妈对我的爱我就一定要把它喝完了 我喝完了第一盒之后 现在我妈回老家了 我自己又从网上买了一点 锦兰黑咖啡一杯清卡推荐给你们 这是所有科比的球鞋里面 我最喜欢的一双这是一双2K5 我觉得在我眼里 这就是一个那种武士穿的这样的一双鞋 棱角分明 而且整个的线条都特别饱满 非常有力量感非常的帅 这双配色是科比穿2K5的那一年的全明星配色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它也是8号 这是8号时期科比我觉得最帅的一双鞋 其实我从小我不是科比的粉丝 我甚至有点科黑 我是韦德的粉丝 然后科比比03朝白金一代要早一些 大家都知道他是96黄金一代的代表 陪我长大的那些球星 比如说LeBron 卡梅隆 科比是他们夺冠道路上的最大屏障 或者所有人都会拿来跟科比对比 所以小的时候我会觉得 你们都喜欢的一个人 我就不喜欢 我喜欢那种小角色一点 然后靠自己的励志努力 才能够够到顶峰的那个 而不是已经站在顶峰的人 但是当科比真正离开我那两天 其实我没哭 我也没流泪 那段时间刚好也疫情 我就在家里面 将近那两天的时间 把所有关于他的 今天比赛和今天采访 全部都看了一遍 但是让我自己很意外的一点 就是竟然这每一幕 我在之前都看过 我才意识到 哦 原来这个球星 真的是出现在我生命里面 对我的精神世界 影响非常大的一个球星 虽然我不是最支持他的那个粉丝 但是他一直在深刻的影响着我 然后疫情结束之后 我就把科比用过的两个号码 8和24纹在了我的左手小腿上 希望他鼓励我在我还年轻的时候 超着自己的目标去努力 我觉得曼巴精神对于我来说 并不是说你要成为一个superstar 而是说你真正要脚踏实地的努力 努力的去生活 努力的去享受你的生命 比昨天的自己好一点 不要浪费时间 所以这双全民席配色非常稀有 也花了挺多的钱 买回来的 我就好好把它挣藏在家里 科比你永远在我们篮球迷的心里 Rest in peace 这是一瓶百负12年的双筒单一麦雅 可能听起来有点复杂 就是一个苏格兰酿的纯粮食酒 是一个我最喜欢的威士忌 其实它不贵 然后性价比很高 如果你在淘宝上买 或者你批发的可能也就400块 也就是比百年牛栏山稍微贵一点 很多朋友会说威士忌是粮食做的 然后会长胖 第二天会难受 会烧心 怎么怎么样 但是对我来说 一杯里面倒上三分之一的威士忌 给放一个冰球再加上三分之一的苏打水 或者是不加苏打水 就是我生活里最快乐的那个瞬间之一 这是一个swiss的泡条面 这个单词的意思是宿醉 然后这个就很直白的告诉你 不会宿醉 你喝完酒之后 如果你感觉稍微有点喝多了 泡一杯这个喝掉 然后第二天起来再喝掉 你第二天正常的工作 包括你去运动都没什么问题 你喝完了百福十二年 如果有点上头 来一个swiss的解酒 泡腾片 非常惯用 这两个也是我每天都会用的 一个是科研式的精华 就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以后 小时候也是用什么雕牌照也洗过脸 就随便把我把的大包擦一下就OK 但是随着长大以后 然后现在又当艺人了 还是希望自己在进度前 让大家看起来好一点 所以我最中意的男士保养的品牌 就是科研式 你清洁完之后擦点水 然后涂几滴精华 你会瞬间感觉之前的水 或者是你别的那些护肤品 全部都吸收了 之后你如果再擦一个乳 或者什么的 我觉得在冬天就非常的足够了 就北方的天气都冬天就足够已经应付了 但是如果你是夏天的话 可能你洗完脸之后擦个水 就擦这个就OK了 然后这个形状有点怪的东西 大家也可以猜猜是干嘛 但是其实我觉得 对于现在来说可能不陌生了 这是我的化妆师推荐给我的 因为我是一个爱水肘的人 我现在已经养成习惯了 就每天擦完精华以后早晚 洗完脸以后我就把它推一推 其实就这样 顺着你的下落线往上推 左边三四下 然后你右边三四下 我不知道是因为心理作用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是有点用的 它会让你加速你淋巴这块的代谢 然后你会显得不那么水肿 因为是慢慢有点年纪之后保养一下 我觉得是应该的 大家试一试 每一个说唱歌手都会展示的一些 bling bling的小物件 我今天带了两个我自己非常喜欢的 第一个是我的好朋友送给我的一个照片吊字 我也不知道官方他应该怎么叫 他问我想做什么的时候 正好麦克米勒离开了我们 他是对我非常有影响的一个说唱歌手 也是非常有才华的一个说唱歌手 我就把我自己觉得他最帅气的一张照片 骄傲不驯的一张照片 放在了吊褶上面 把它带起来 然后这些年也经常带他 就感觉麦克米勒一直陪伴在我身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自己定制的 算比较喜欢的一条 这个也是一个短盘的狗八千 首先这个项链做的工艺非常好 对我来说它的分量和它的做工 真的不输给任何国外的品牌 我反而会觉得亚洲的珠宝定制会更细致一些 因为我看过就是在美国定制的一些牌子 包括去美国旅游的时候 会去一些珠宝店里面做 他们的箱藏工艺其实没有亚洲好 这一条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夏天非常好搭的 而且会很简单的 我一般就会穿一身黑 在时候你只需要这条项链 你的色彩就足够了 很高兴在这一期节目跟大家见面 然后聊一聊我生活里面会用的一些东西 如果你对哪个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买来试一试 Yo what's up 大家好 我是黄旭来自MDSK 你现在收看的是Golflex腰产万果